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糕先生之前一直这个时候坐在窗前看书 我每次都会以年糕先生的行为来激励自己 而到了今天 当我从房间向外看的时候 竟然发现年糕先生书房的窗户有个影子 这个影子显然是有人举着棍子类的东西 我觉得不太妙 然后当我到了年糕先生的家里 发现他家里的门竟然是开着的 走进去一看 已经晚了 于是我赶紧报警了 老司机侦探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房间的布局 竹轮先生说的没错 的确可以从对面看到年糕先生的家里 但是老司机侦探还是摇了摇头 你说谎 你就是凶手 接着就和郎警官一起将竹轮先生逮捕归案 经过一番审问后 发现竹轮先生果然是犯人 老司机侦探究竟为什么能够如此肯定竹轮先生就是凶手呢 答案五秒后揭晓 影子是不可能出现在窗口的 竹轮先生说的窗口有高举棍子类东西的影子 这就是谎言 因为桌上台灯的位置是在被害人与窗口之间 不可能把站在被害人背后的凶手的影子照在窗子上 解决完年糕先生死亡案件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直接打晕带走 醒来的时候发现绑架他的人 竟然是恶趣味地把他带到了一个地牢里 地牢里有三个坑 里面分别是大火 尖刺和丧尸 那个人说我现在绑架了另外三个人过来 他们三个都会在这里被绑上三个小时 其中肯定有一个人会遭受不住 现在只能救一个人 你觉得谁会遭受不住呢 快点救人吧 你们四个要是都能活下来 我就放你们一起离开 老司机侦探仔细观察了面前的三个坑 做出了选择 如果你们是老司机侦探 你会选择救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最左边的女婿是妖怪 一位老司机侦探发现 这位竟然没有脚印的痕迹